老板 要碗打卤面 老板 要碗打卤面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 宝贵 我来吧 面好吃吗 还行 老子还行啊 你知道我靠这碗面挣了多少钱啊 我一分都没赶花 趁在这儿呢 密码是你生日的 赚你多少钱 十二万 这么多 这可是你老公 一个汗珠摔把碗 一碗面条一碗面条 撑出来的 你看看我的手 如面那如数桨子呢 你辛苦了 我想过 只要媳妇儿子过得好 再苦再累 我都乐意 都乐意 三千 你又乐了 家政 你又有乐了 快快快快快 年轻 你又有乐了 她就一分野 我再晚都得走 再说那边已经催我了 我也该走了 你师父昨晚上喝太多了 现在还睡着呢 我去把他叫起来 没事的 妈 不用叫老人家了 让他多歇一会儿吧 再说了 他还生我的气 也不愿意见我 哪儿的话呀 其实你师父真心很喜欢你 我知道 大爷叔叔 我不想让你走 文君 记着大卫叔叔的话 快乐生活 来 大哥 打扫 你们的复婚 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们了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晓晓 你要想想冻雪啊 做点有意义的事 不会的 放心吧 大卫哥 房子和家具都留给你了啊 你和嫂子回去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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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你那间屋 我定期给你打扫 等着你回来 你ؤ 你们说 保重 保重 大妈 跟我师父说一声 我永远不会忘了 在中国 在北京 在施叉海 有这么一对商量的老人 和兄弟姐妹们 对我一个外国来的青年 这么 无畏不至的照顾 谢谢你们了 起来 我走了 我走了 保重 路上慢点 大爷叔叔拜拜 祝福 彦 岳